In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升为三级 新北市从22号开始来征用位于淡水的饭店 来作为集中检疫中心 来收治了轻症还有无症状的患者 而据了解是否为淡水区亚太饭店 来调动医护人员与当地的远景来进驻 对此里长是相当的担心 而附近有800多户的大型社区 而是否征用地方里长都不知道 造成了附近的里面还有科学园区 许多企业的担心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升级到三级警戒 新北市从22号开始征用位于淡水的饭店 作为集中检疫中心 收治轻症无症状的患者 据了解师傅二的淡水区亚太饭店 调动医护人员还有当地的远景进驻 对此里长担心附近有800多户的大型社区 师傅征用地方里长都不知道 造成附近住户还有科学园区的许多 企业担心 亚太饭店现在据收要升级为集中检疫所 就是收治确诊者的一个检疫所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因为亚太饭店周边 你看我们附近有海洋社区 我们的科学园区每天出入的人这么多 包括之前的是简疫旅馆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下到我们旅办公室 旅办公室现在里面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我莫名其妙 我说不会啊 不会啊 应该如果有的话 会通知我们里办公室 结果不是 市府卫生局表示 双北确诊病患持续增加 为了舒缓医疗压力 分舱分流 让确诊者及时得到照顾 新北市快速率先征用饭店 转型作为集中检疫中心 而在21号上午8点完成进驻 总共有183床 优先收治新北市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病患 我们集中检疫中心今天正式成立 那所有在现场里面工作的 不管是我们的医护同仁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的保安人员 都全部已经打完疫苗 那至于收治的量 现在陆陆续继在送 我想等到一段时间 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公布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他把放上医院跟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做了这个算是不对的连结 我们现在的集中检疫所 是针对轻症和无症状者 那中央开始也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希望把医院里面的这个病床空间 量能释放出来 给我们的中重症的这些朋友们 那所以在我们的地方西市政府也好 中央也好 都把早期的集中检疫所 本来只有收治所谓的隔离 居家隔离的对象 或是部分的居家检疫对象 现在我们都一律调整成 轻症或是无症状 目的是希望把医院的量 重新做一个计算跟解编 那这个部分我想再次做澄清 不过有人指出 这个是台版的方舱医院 对此新北市副市长表示 集中检疫中心与方舱医院不同 新北市于之前就已经积极征用了 成立集中检疫中心收治轻症 及无症状患者 同时社区筛检站快筛阳性案 也一律先行户送到该集中检疫中心 新北市快速地完成 启用饭店设置集中检疫中心 可以让阳性的个案及时分流 以确保有效地阻断疫情的传播 记得来许多安一 再次采访拜祷